各位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我们一起探索学习卡尔兰流波器 在陀融仪还有GPS上面的实践运用 昨天其实我在写程序的时候 有个地方写错了 我不知道大家察觉到没有 我也是上床之前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个错误在哪里呢 错误就在这儿 首先第一这个GZ它并不是一个弧度而是角度 这边写着actual degrees per second 第二就是我没有考虑到这个delta t的问题 就是说我这个直接就把heading减去了这个角加速度 并没有乘以一个delta t 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也很方便 我打算就是说再加一个变量 加一个变量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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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嗯 嗯 我呢就再设一个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的话 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 这个东西呢 等于 乘以一个 乘以一个这个 对了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用的 一会儿我们要 嗯 把这个东西先放到这儿来 这个delta r 这个东西的话 这两个值其实是非常近似的 因为你的车子在运行的时候 不会瞬间左转右转 肯定是 不管我们这样吧 GZ乘以 delta t 可以 VBS 好 然后的话 这个 这行代码就可以把它去掉了 好 然后 这个呢 要把它归零 单进步 然后这个东西归零 这个是总的时间 这个呢是总的积分次数 在这段时间内的积分次数 我需要温度干什么 把这个去的 然后我再检查一下这边 这个是 这个东西的话 就把这儿来 然后这个在这儿 这边归零 然后这个东西是 这样就会变成了 那边的积分次数 这边的积分次数 那边的积分次数 再次变成了 就会变成了 这边的积分次数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卡尔罗尼波器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然后我看现在天气不错,我一会儿出去试试 但是在试之前呢,我想把所有的数据把它打印出来 放到那个穿口上 这个是以50赫兹的速度来刷新 那么这个刷新的话 等一下,我把这个先 啊,我们不以50赫兹的速度刷新 哦,等一下,这个地方 对,没问题,没问题 嗯,我们总共要打印出几个值呢?一个是GNSS heading 还有一个是Heading 还有一个是Heading 再放一个 呃,再放一个那个什么呢?就是Variant 我看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保存一下,好,编译 编译完了之后呢,我们把它 给它供个电 然后再把USB插上去 插上去之后呢 把这个先最小化一下 然后再把USB插上去 然后再把USB插上去 好,下面我们就拿出去试试看 好,现在我这个GPS模块呢 我就把它放在车窗前面 然后我连到我的电脑上面 然后呢 那我打开Adreno编译器 然后点一下Tools 然后选择端口 选择完端口之后呢 打开串口监视器 大家看到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要重置一下单片机 因为需要 我开机的时候动过这个陀螺仪 所以说陀螺仪需要重新校正一下 好 我们现在要等一会儿 因为现在GPS还没有收到信号 刚才收到GPS信号呢 就迫不及待的运行了一下 然后我看一下数据不是特别满意 然后我就把这个GPSS的variation 再把它调的更大的一些 现在调是16,原来是8 我们现在让车子先开起来 然后开两圈 让这个数据融合先吻合一下 我们等会儿就绕着这个圆环进行转圈 这个其实是对数据融合挑战是非常大的 因为转的越慢 然后这个每次GPS采样呢 就要解算出这个方向呢 就比较难 所以因为这两个 它前后两个数据采样点靠的太近 所以方向解算呢 就比较困难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窜口监视器 我们来看数据已经进来了 然后我们慢慢慢慢的开 尤其你开的慢的时候 这个陀融仪每次产生的脚加速度 这个量呢 脚速度的量都非常小 那这个非常微小的数据相加呢 这个性造比呢会比较高 那我们看看等会儿会出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先转个两圈 好我觉得现在差不多了 把车停下来 然后我们选中所有的这个数据 然后按一下Ctrl C 然后打开这个TXT文档 连贴进来 Ctrl S 好然后我现在不打算用那个Google 我现在不打算用这个Excel 我打算用Google 因为我没花钱买它的那个软件 所以说我要import这个data 我这个电脑上也有什么内容不想给你看 网盘里面放了些东西 好现在这个打开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看一看是什么样子 刚才捣鼓了半天 终于把两组数据给画出来了 这个Google sheet呢 其实还是挺好用的 说句实在话 现在大家来看这个绿线呢 是从GPS送过来的这个方向 红线呢 是经过这个优化之后的 也就是和陀螺仪结合之后的这个heading 你像这种噪音比较大的东西 它确实是可以绿掉 然后的话就是这种 这种噪音呢 它绿的还可以吧 因为你像我要是开车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圆滑的曲线 然后这个滤过之后的这个波形呢 确实是有一点延迟 有这么一丁点延迟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 还有就是 嗯 对 你像这种地方绿波绿的效果就特别好 就是GPS噪音特别大的时候 它能保证这个线基本上是圆滑的 嗯 嗯 嗯 对 你可以凑近一点看 你看像这种小的细节啊 当然这个东西还可以调的更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GPS的这个方差呢 我觉得调的调的还可以再调大一点 嗯 像这种地方就绿的特别好 然后这边呢是有点延迟 这个是从零度跳到360度的时候 有这么一丁点延迟 然后这个地方效果我也是非常满意 所以基本上大的噪音它是可以滤掉的 嗯 然后的话 我觉得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做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可以收场了 最后我想首先感谢大家 嗯 能够有耐心一直看到现在 嗯 第二的话 希望我这个东西在你们以后的工作和生 这工作不说生活 工作中会有用处 你不要拿我这个卡尔曼滤波系用来预测股票 那会还是不肯定是不行的 嗯 第三的话 想提醒一句就是 还是那句老话 千万要记住 不要 不要死记硬套公式 一定要活学活用 这个东西 死记硬一定要理解它是为什么 怎么工作的 然后 然后 再去运用 啊 我们 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你像我这边是一个GPS和一个陀螺仪进行数据融合 你换了下次搞不好是个激光雷达 对吧 和这个这个超声波测距仪或者雷达 还有这个图像处理 啊 这些东西进行数据融合 那情况又不一样 所以说 还是那句老话 千万要记住活学活用 不要 身搬硬套 否则的话 那是纸上谈兵 嗯 另外最后我想说的就是 还想提醒一句就是 希望大家 嗯 就是说 嗯 怎么说呢 嗯 这个东西呢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 你理解的话 那恭喜 你确实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但是呢 没 如果 不到万不得已的呢 千万不要去 显摆这个东西 就是说 没有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没有 就是没有 没有需要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显摆我会这个东西 我怎么怎么厉害 呃 本人一点亲身经历 你像我从小到大 呃 经常遭人嫉妒 呃 现在呢 长大的 懂事儿的 比较低调 嗯 所以一般的话 你像我有些什么 搞 研发出 搞出什么新玩意儿 嗯 要是对别人没有什么用 我是不会拿出来的 不会拿出来告诉别人的 所以说 只有等 等别人 一丑莫展了 几眼了 然后我再拿出来给他用 啊 当然了 这个是一点职场的一点小经验 嗯 呃 再次感谢大家 来这捧场 希望 希望你们 啊 工作愉快 工作顺利 啊 再抽H1B的 早点抽到 我这是第三年抽H1B的 要是再抽不到的话 哎呀 我也就卷起腹块回国了 嗯 最后 再给你们看一眼 我们 做完的这个 电路 好了 我们走开 慶 Ankara 有一个 车 车 韩 车 车 感谢观看